另外除了說可以用文字來取 也就是說先把它轉換成文字 再來做切割 這是方法一 那方法二的話 直接利用日期函數 也就是說如果要取年的話 其實我可以插入函數的時候 我可以用日期時間裡面的一爾函數 顧名思義嘛 一爾的話就是年取年函數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給它一個日期 例如Now、Today期都可以啦 它就會取的是2022 就是今年的 不過它一定是西元年 所以如果你要變民國年的話 那你自己可能要計算一下 減掉多少1911 那這樣的話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一個錯誤 因為其實如果日期怎麼樣 它做計算回來 它會return的結果 也會給你一個日期 所以會造成什麼 造成就是說 這好像發生錯誤啦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記得日期很麻煩 它就是太 太自動了 它會自己幫你轉換成日期格式 以為它是日期 實際上我們是要得到的是一個什麼 應該是一個數字 民國111年 所以你可以把儲存的格式 把它改回通用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有沒有 它就會幫你把計算的結果呢 幫你恢復回來 特別注意喔 只要是日期有做計算 它都會用日期格式給你 所以只要你再把它重新設定一下格式 就恢復正常了 那月的話 顧名思義嘛 有1而函數當然一定有什麼 有month函數 所以month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取某個日期 這個日期裡面的月的部分 8月嘛 那大家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來08的話 按右鍵出的格式 很簡單 自訂一下把它改兩個0就可以了 00就是 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有3碼 3碼不就000嗎 有沒有 那你2碼的話就00 按確定 這邊就出現08了 有沒有 那日的話呢就是什麼 有year 有month 那顧名思義嘛 應該有day函數 year month day day的話就取這個日期裡面的日的部分 有沒有 要回來就是 這個比較簡單 那週的話呢 顧名思義嘛 有year month day 那應該有什麼 星期幾的話什麼 weekday 所以weekday的話這邊有沒有 weekday 有喔 可以按確定 不過它會有兩個參數 當然第一個 serial number一定是指的是哪一個日期 OK 那第二個return type 這個就不要填啦 我不建議填啦 那你想說 老師那回來是4耶 4是什麼 跟各位講喔 所謂的 他這個 星期一起的那個順序的話 因為美國人 他們設計的時候一定是以他們思考 他們思考的習慣 當成是這個數字的 那這個 所謂的4怎麼來的 因為一個禮拜的第一天喔 外國人應該第一天是哪一天 應該是禮拜天吧 對不對 所以呢 第一天禮拜天 第二天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所以4的話指的就是什麼 星期三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說我今天 要把它變成上面一樣週三的話怎麼辦 一樣吧 這個地方呢 你有一個方法比較簡單 就是格式 那格式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日期裡面的週期 有沒有 週期 把它改一下 甚至啦 你要自訂可不可以 你想說 要不要自訂 三個A可不可以 應該也可以吧 按確定 三個A 有沒有 就週期了 OK 所以 weekday 配合一個什麼 配合一個那個 格式 那就OK了 那至於這個時間 你要取時間的話 那當然 顧名思義嘛 有year,month,day,v,day的話 那時間的話 不是hour 應該一定有一個hour函數啦 所以這邊有一個hour函數 那只要你這邊有那個什麼 有時間的話 他就幫你取19 有沒有 19應該 那當然如果你要把它變成 12小時字 或AMPM 你自己再去改 這邊一樣 如果你要什麼 你要hour mini 那當然一定有個second 這個我想我們就不用那麼細 顧名思義嘛 你就取他自己分 那這邊就出現了 所以呢 切割的方式 除了可以用什麼 用test 之外 還可以用那個日期時間函數 去取 OK 那當然呢 這個日期時間可以把它 切開來之外 那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把它合併回來的話 比如說這個是分開來的狀態 年月日對不對 我要再合併成一個標準日期的話 順便講一下 在日期時間函數裡面有個叫Date Date函數的話呢 按確定 如果你要再把拆開來的時間 先恢復成一個標準的日期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再給year 再給month 再給date 然後他就恢復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因為民國年 可能你要民國要加1911 這樣子會變西元年 然後西元年 Date函數就是年月日給他之後 他就幫你轉換成標準的日期格式 那出現的話就是今天日期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重點就是 可以透過日期函數 可以把它做分割 那如果你要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的話 一樣可以再透過Date函數 那顧名思義啦 如果時間的話 時間有個函數叫Time函數 OK 所以這個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日期的相關計算方法 所以這邊用了好幾個函數 那底下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問題 不過這個因為題目 這個出了比較久 所以我把它改一下 2024年的奧運 我記得2024 我剛剛查了一下 好像7月26號 所以喔 2024的奧運 假如說是 2024的 7月26號這一天 那7月26號這一天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 知道說 離今天為止 有幾天的話 那該怎麼計算 剩下幾天 那跟各位講喔 今天的日期 其實喔 這邊不是剛剛跟各位講過 可以把它改成通用 其實喔 2024年的7月26號 其實它也是一個數字 而且也是一個整數 那剛剛today的話呢 其實也是一個整數 有沒有 所以 那這個整數的話 基本上喔 它會是跟190年1月1號 相差幾天的意思啦 所以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有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根本不用特別去改 直接怎麼樣 把日期等於 這一天 未來 未來一定比較大 因為 假設明天又 比今天 有沒有 加1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日期 減掉什麼呢 減掉today 今天的日期 那打勾之後的話 其實就是剩下的天數 有沒有 相差716天 OK 所以喔 其實喔 在日期計算的時候 相差幾天很簡單 那其實最難的地方 應該是相差幾個月 還差幾個月 甚至如果我希望 在這邊顯示喔 相差幾年幾個月幾天的話 其實是最難 相差幾天比較簡單 因為剛剛有講過啦 月的話呢 因為有 31天 30天 然後還有28 29天 那當然就比較不好算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剛剛提到的這一些函數 就是像 year month day weekday hour mini 最後我又把它合併在一起 加一個 date函數 然後另外的話呢 底下就是計算喔 到底 距離 這個 2024奧運 7月26號 還有相差幾天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那 計算那個 相差幾天比較簡單 那相差幾個月啊 相差幾年喔 這就比較難 所以後面的話 我會教各位喔 如果你有年跟月要計算的話 那應該用哪一個函數 可以幫上忙 OK喔 所以喔 年跟月 用哪一些函數 比較簡單 那請各位先練習看看喔 剛剛講那個 year month day weekday 跟 second的話 這邊我是沒有 沒有記得 但他有個second喔 那請各位練習一下喔 那請各位練習一下喔